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留言称 特别的日子 就给大家看看我的初恋情人 看到现在她的成就 真心替她高兴 这是一张旧照 梁朝伟穿着棒球服和牛仔裤 一脸青涩 曾华倩则穿着红色连衣裙 很是清秀 当时正风华正茂的两人 外形都很出众 站在一块很是般配 难怪当年被称为金童玉女 曾华倩刚出道的时候 曾与梁朝伟相恋 两人一度爱得浓烈 可惜彼此性格差异太大 交往期间矛盾不断 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后 他们终究没能修成正果 之后她嫁给了一名富商 婚后育有一子 怎料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 就离婚收场了 独自抚养儿子多年 至于梁朝伟 则跟她的闺蜜刘嘉玲走到一起 并登记结婚 尽管曾华健跟刘嘉玲爱过同一个男人 但两人多年来关系似乎很不错 前几年还一起出席活动 大方合影 如今 她突然在情人节当天 晒出以刘嘉玲老公的昔日情侣照 引来了很多网友围观讨论 进入演艺圈三十多年来 梁朝伟凭借精湛的演技和认真演技的工作风格 斩获了国内外无数影视大奖 也成为了香港影坛 迄今为止唯一的嘎那影帝 但她不光有着精湛的演技 还有着俊朗的外表 因此感情生活也备受关注 梁朝伟的初恋惊人 是出生于中医世家的曾华健 曾华健家庭条件十分优越 父母把她视为掌上明珠 她气质高雅 鹅蛋脸配上精致的五官 让人看了之后过目不忘 被誉为搬上一枝花 性格腼腆的梁朝伟对她一见钟情 并向她展开激烈的追求 曾华健当时只有十七岁 她觉得梁朝伟温柔体贴 忧郁而有深层的气质 让她难以抗拒 不久之后 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梁朝伟在爱情的滋润下 事业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她得到无限领导的重用 1984年 她在《鹿顶剧》中扮演伟小宝 一举成名 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梁朝伟红了之后 每天忙于拍戏 和曾华健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 从小一时无忧的曾华健 无法理解梁朝伟 为什么要拼命工作而冷落她 她就赌气向她提出分手 年轻气盛的梁朝伟也没有挽留 两人不欢而散 梁朝伟当时已经是魅力四射的男明星 喜欢她的女孩子排成长队 她和曾华健分手不久 在拍《一天同龙记》时 她和女主角李美贤因戏生情 在剧组谈起了恋爱 让人没想到的是 电视剧一拍完 两人就分手了 梁朝伟和李美贤分手不久 又和曾华健就情复燃 走到了一起 舆论一片哗然 梁朝伟和曾华健复合之后 以情侣身份合作拍摄 《辛扎师兄1988》 没想到曾华健脾气十分暴躁 梁朝伟稍微不顺她的心意 两人在剧组就会吵得不可开交 曾华健再次赌气提出分手 还向自己的好朋友刘嘉玲 哭诉梁朝伟的不好之处 之后 梁朝伟又在参演舞台剧时 与曾华健的闺蜜刘嘉玲一见如故 并迅速擦出了爱的火花 其实两人之前有过合作 只是一直都没来电 当时刘嘉玲还是个演艺全新人 他希望梁朝伟能多待待自己 多教自己点东西 但梁朝伟每天既不想聊天 也不想教人 所以当时刘嘉玲很不喜欢她 觉得她好嚣张 后来梁朝伟成了闺蜜曾华健的男友 两人因为性格原因经常吵架 每次曾华健受了委屈 都会去找刘嘉玲诉苦 而刘嘉玲当时也在恋爱中 所以对这位未来的老公更无兴趣了 直到跟她合拍花心大丈夫时 刘嘉玲才在不断地排练中 感受到梁朝伟的魅力 两人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恋爱长跑 正所谓人红是非多 梁朝伟和刘嘉玲在一起后 有关这位多情影帝的绯闻仍未停止 当年她和董结是同一家公司的师兄妹 董结出道后 梁朝伟对她照顾颇多 某次梁朝伟过生日 刘嘉玲因故未能出席 但董结却出现了她身边 后来梁朝伟被媒体发现买了一只金镯子 外界本以为这是她买给刘嘉玲的 谁知第二天 这只金镯子戴在了董结手上 不由得让人享入非非 而梁朝伟最广为人知的 还要数和张曼玉之间的绯闻 两人曾一同合作过多部经典影片 一个是眼神迷人的忧郁男神 一个是不是人间烟火的清纯玉女 无论是相貌还是才华都很般配 梁朝伟曾表示过 她想再次和张曼玉合作 因为对方能给自己提出建议 有时候还能让自己感到疯狂 许葛辉采访梁朝伟曾问过她 有没有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最想让那段时间停留的时刻 只见梁朝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38岁和张曼玉拍戏的时候 由此可见 她对张曼玉确实抱有别样的情愫 之后在某档综艺节目中 张曼玉被问拍了这么多戏 最合拍的男演员是谁 她只说了梁朝伟三个字 她认为两人都十分敏感 而且演戏的方法也差不多 跟梁朝伟演戏就好像打乒乓 这个默契跟真的拍戏拍出来不一样 两人相似的回答中 折射出的其实是一段暧昧不清的感情 所以当纠缠不清的三人 同时出现在2001年 嘎那电影节的红毯上时 瞬间就引起了轰动 而且梁朝伟和张曼玉失之紧扣 和正牌女友刘嘉玲 反而只是双手亲握 一时间许多媒体和路人都纷纷表示 相比起一身世俗烟火味的刘嘉玲 张曼玉和梁朝伟更加般配 然而所有吃死论调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自始至终 刘嘉玲才是最适合梁朝伟的那个人 当年梁朝伟明显更喜欢张曼玉 可她为何最终却选择了刘嘉玲 这或许跟性格有关 梁朝伟的性格低调内敛 刘嘉玲曾戏称说 她在家里连话都不讲 就拿一双很忧郁的眼睛看着你 直到你煮一碗面给她 而刘嘉玲在生活中是个热情如火 精明开朗的人 从影数十年间 在演艺圈结交了无数好友 她喜欢热闹的场合 喜欢和朋友一起打麻将 说起话来妙语横声 社交能力极强 而当她在家中打麻将的时候 梁朝伟就会待在外间 给她和朋友们泡茶 所以在生活中 两人的性格恰好互补 帮助她们避免了很多摩擦 刘嘉玲曾在一档节目中 分享过梁朝伟的生活趣事 装修房屋时 梁朝伟拿这个小箱子就走人了 完全不管装修的事 等所有摆设都摆出来 她便拿着小箱子回来了 我多拖一个甩手掌柜 吐槽丈夫时 刘嘉玲虽然语气无奈 但脸上却挂着幸福的笑容 认为这点还蛮好的 后来她还主动为丈夫说话 她也付出很多 她忍受我很多 我也忍受她很多 而这也是两人最终 能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 刘嘉玲在参加 内地综艺节目的时候 曾被问起梁朝伟和张曼玉的绯闻 当时她没有选择回避 而是大度地坦言道 这就是一段美丽的故事 我觉得如果她真的喜欢张曼玉 我也挺开心的 除了鼻子容忍和性格上的互补外 彼此间的相互支持 也是梁朝伟和刘嘉玲 能够走到最后的关键因素 1990年 刘嘉玲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三个小时 梁朝伟得知此事后 立即赶往身边安慰她 12年后 无良媒体放出了当年的照片 导致刘嘉玲彻底崩溃 看到消息的梁朝伟立刻推掉所有工作 陪伴女友共度难关 在此期间 梁朝伟还深情地表示 这个圈子这么复杂 我们就离开吧 你想去哪里 我就陪你去哪里 正是这个事业 让刘嘉玲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另一方面 对于丈夫的事业 刘嘉玲也给予了充分的支持 梁朝伟曾在采访中表示 在演员这一行业中 他最欣赏的就是刘嘉玲 因为他太明白自己的工作状况 是唯一一个体谅自己的人 虽然两人已经结婚12年 但一直都没要孩子 据说两人刚结婚时 刘嘉玲也曾想过要生个小孩 但在梁朝伟的心中 抚养小孩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的经历不足以对小孩负责 所以两人选择了丁客 也许是将家庭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领域 刘嘉玲和梁朝伟 凭借其独到的商业秀卷 在投资圈收获破风 不但在国内有多套豪宅 甚至还有私人飞机 据估计两人资产高达百亿 而这些财产将来的主人是谁 外界也有诸多猜测 梁朝伟在生活中是一个巨婴 所以刘嘉玲散发出了母爱的光辉 她变得更会生活了 也更懂得照顾人 这生命中注定 也是上天送给彼此最好的礼物 他们一起在这个圈子摸爬滚打 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 要不是刘嘉玲 梁朝伟早就退出了 也正是因为梁朝伟 刘嘉玲才找到生活的希望 至于以前经历的种种事情 梁朝伟早已经释怀 不会去责怪怨恨 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 那就会一直走下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瑜伽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